第十五个问题 他说弟子母亲每一次在送弥陶金时都痛苦流涕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种感应 那么从这种现象呢 我们知道他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文 那临命中是念头错了 没能往生 这一生遇到的时候 他有这种感受 就是后悔没有找到极乐世界去 到这个时候再又遇到了